记者花梦境花莲报道,全忙的花莲女中学生许嘉敏,原本下课时间长切切地坐在位子上,不好意思与人互动,因为同班同学沈子涵的关怀,带她一起参加班上活动,让她朋友越来越多,两个女孩的身后友谊,师长看在眼里。 6月1日就是花莲女中毕业典礼,两人将一起上台货班生命教育奖,许嘉敏一出生就因先天小眼症导致全忙,连光线都感受不到,虽然如此,她没有进入特教体系,在爸妈陪伴下,嘉敏五岁开始学习点字,自我要求很高的她,读书非常努力,还学钢琴,二胡等乐器, 国风国中毕业成绩优异,录取花莲女中,大学也已录取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系,每年耶诞节前夕,花莲女中都会举办希望中庭活动,高二那年,当女孩子们都开心写住小卡片,把写满青春愿望的卡片张贴在学校中庭,为新的一年序愿。 担任班级辅导鼓掌的沈子涵却发现,嘉敏没有写希望小卡,沈子涵走到嘉敏身边问她,如果奶愿意,可以告诉我奶的希望跟梦想,帮奶写上去。 虽然眼睛看不到她,但这道温暖的有一只光,照亮了嘉敏的心扉,她说,我希望,用音乐让世界更美好。 许嘉敏说,在此之前,她与子涵没有交集,自己朋友不多,眼睛看不见,让她下课时间并不特别做什么,只是坐在位子上,听同学讲话,因为怕打扰到别人,她也不知怎么跟别人聊天,担心别人不理我。 嘉敏说,以前若心情不好,会有很多自我伤害的灰色念头,子涵都会很快发现,她会静静听自己说话,安慰她不要这样,渐渐的心就解开了,所以我想告诉子涵,奶真的很棒,谢谢有奶。 沈子涵说,嘉敏不会主动跟人攀谈,于是把她拉进朋友圈内,她想过,如果自己需要帮助,也会希望有人拉我一把,这叫同理心吧。 最近大学放榜,她录取南华大学社工系,和嘉敏也不无关系,希望继续体会帮助人的快乐,谈起梦想的大学生活。 许嘉敏已想好将来要学习,中国敌,已找好老师,她说,不管在怎么远,捷运,公车能到的地方,她都要去学,也有考虑转学心理相关科系,把最爱的音乐与心理,辅导结合起来,完成用音乐改变世界的愿望。